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却无心欣赏当地极客的美景 我走在马路上看了谁都比我过来有真意 我简直不像一个男人 可以用生不如死这个词写了 如今诸葛仍无法直面自己暗淡的人生 更没有勇气接受现在的生活 人嘛 最起码 要有一个现实的家庭 要有男人嘛 要有真意 那么究竟是什么 让眼前的这个中年汉子 如此绝望地看待人生 在我这一生中 我失得了最大的打击 失得了最大的侮辱 让人身影 失得了最大的侮辱 人格 我觉得就是他 他让我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诸葛口中的他是谁 又是怎样的缘故 让诸葛对这个人如此深入境违 2012年12月30日下午 张家介石公文局 永定分局的民警 突然来到了淋水河畔 他们的到来 打破了当地的影迹 等于苏安大桥 那个北桥头 那个淋水河畔 发现已经那个无名尸体 是 他在那个水里面的 被沼上 林警在勘察时 发现了死者前胸和后背 以及身体的其他部位 有着多处刀伤 这一情况 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 如果直接要杀人的话 一刀就足够致命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作为的动作呢 根据伤口的分布情况 警方判断 凶手与死者之间 一定存在着某种深仇大恨 以至于凶手在杀害了死者之后 仍不解气 还继续在死者的身体上 继续加害 这一情况 让警方对案情 有了初步的判断 可能是报复杀人 也可能是情感纠纷 或者是仇杀 都有可能 经过进一步勘察 法医给出了死者的死亡原因 那左胸前这个有一道 直接刺破了心脏 然后我们在心包腔和心腔里面 就发生了大量的突出 最大死亡原因 就是你心脏破裂 综合种种情况 警方认为 这是一起杀人 抛尸案件的现场 这类这个无名尸体的案件 一般来说 首先的第一步 还是找到了尸源 那么死者是谁 又为何命葬 泥水河呢 民警围绕发现尸体的现场 进行了仔细搜查 没有发现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寒几物证 不过经过进一步搜查 民警在死者的衣物中 有了重大发现 在死者的那个裤子口袋里面 找到一部手机 但是手机已经被水 那个河水浸泡了以后 打不开 能否从这部手机上 打开这起案件的突破口 随即民警来到了移动公司 通过对手机SIM卡的查询 民警确定 这部手机属于一个名叫李星的男子 经过家属辨证 死者正是李星 与此同时 民警还了解到 李星手机最后一次通讯 是在2012年11月30日22点12分 最后通讯的是一部 尾数为0650的手机号码 并且在这段时间里 死者的手机 与这个尾数为0650的手机 有过多次短信联系 我们分析 最后和他通发的这个人 肯定和这个案件有一定的关系 围绕这个尾号为0650的手机号码 警方进行了仔细的查询 然而调查结果显示 这是一个没有记住信息的号码 这也就意味着 警方想要通过通讯记录 查找到最后与死者联系的人的想法 落空了 发现死者尸体的地点 在张家建市永定区 炉子湾大桥北侧 位于里水河的下游 而勘察显示 尸体已经在水中浸泡了半个月 也就是说 尸体很可能是顺水飘下来 那么死者死亡的第一现场又会在哪里 因为是往下面游的 当然上面有个关心大桥 泥水大桥 还有河的两岸能够入水 尸体能够入水 只有这几个地方 但是我们就沿着那个两岸 给你安排 两岸沿途寻 当民警沿着河堤搜寻了三公里之后 在一处河堤的护栏上 有了重大发现 火体尸体上面 就有血迹 凳子边是成那个喷尖的血迹 就是那个坐腾的边 就是那个菜迹那里 基本上是有血泡 就证明那个死者 应该大面积的出血 应该是从那个菜迹那里 一方面 技术人员对现场遗留的多处血迹 进行了提取 并将现场提取的样本 送往张夏介市公安局 DNA实验室 进行技术处理 而另一组民警 则开始对附近居民 以及沿途的村民 进行详细走访 民警在河堤附近走访时 从一位居民这里 了解到一个重要的情况 通过当地居民 回应两个男的 在那个打架 而DNA鉴定结论 也证实了 这位居民当晚看到的 正是死者与凶手搏斗的 这一幕 进行比对之后 我们就发现 这是两个男性遗留的 一个是死者的 另外一个 我们高度怀疑是 和死者搏斗的 另外一个男性 所以遗留的 这位居民 还向民警回忆 案发当晚 他只看到了 两个人搏斗的这一幕 他认为 这只是两个年轻人 再次打架 也就没有在意 所以他并不清楚 之后发生的一切 不过警方能够确定 这位居民屋前的菜地 就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警方分析 凶手应该对 作案现场非常熟悉 并且 与死者李星之间 又在深仇大恨 而就在这时 另一组民警 在对李星社会关系的 调查后 有了重大的发现 李星在这个工地 悟空的时候 和张姓的女子 交往别人密切 与李星交往密切的女子 名叫张杰 而通过对张杰的调查 民警发现 张杰是一个已婚女子 也就是说 李星是这个张杰的婚外变证 这让民警对案情 有了进一步的判断 根据李星 在这些邪恨和喉咙情况 转走民警来 分析李星的死 是不是与她的感情 结果方面有关系呢 张杰和李星这种关系 报了以后 可能是她的老公 这个毕竹张杰 也把李星教训一下 是怎么的 当时我们是这么可能的 那么张杰在案件中 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她会不会是 杀害李星的凶手 张杰不可能是杀害李星的凶手 因为当时现在 留一名男性学生 那么随时 这个政府 能通过进一步分析和调查 发现 张杰的照顾 朱哥 进入我们的检查实现 朱哥男 三十二岁 湖北前江人 李水河中 惊险无名男师 湖北籍男子朱哥 被列入重点嫌疑对象 一场精心设计的谋杀 究竟因何而起 谁又该为这场悲剧 承担责任 梦断李水河 天望暗幕即将播出 经过调查 民警认为 李星的死 很可能与一个 名叫朱哥的男子有关 那么朱哥 究竟是不是杀害李星的 犯罪嫌疑人 如今又身在何方呢 当时朱哥 人类在暗号前 一直在张人界 就是在张人界的嘛 就在暗号过后 人也消失了 也离开了张人界 那么朱哥究竟去了哪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 民警发现 朱哥的老婆孩子 都还在张家界市生活 并且过一段时间 就有人通过公用电话 跟朱哥的妻子张杰联系 每隔一段时间 他就是 有一个从湖北警州 打过来的公用电话 但是每次打电话 好了不一样 然后就是 东电围绕京都这个地方 开点工作 经济全电话的 20小时的 林球补空 从北京的 这个店 那就一大点 直接负载 这电话也比较多 一比西 补空的位 2013年4月9日 民警在荆州市的 一个公用电话亭内 将再次前来打电话的 朱哥抓获 那么 朱哥究竟是不是 杀害李星的真凶呢 审讯中 朱哥很快就交代了 自己的犯罪事实 让我一个原本 幸福美满的家庭 跟着 之旅破碎 于是 我就对他产生了 报复的行为 这起杀人抛射案 经过张家届警方的努力 终于得以告破 然而 方案民警心头的叹息 却多过案件 告破的喜悦 这些肯定是感受惋惜了 一个家庭 感情方面的九哥 杀死了这个 一条人力 然后这个凶手 自治 即将受到这个 法律的言成 我觉得付出的代价太沉重 尽管朱哥在民警面前 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可是他却认为 被害人李星 才是这场悲剧的 始作勇者 如果没有他 我依然来过这幸福的生活 他破坏了我的家庭 一切都是 由他造成的 回首往事 朱哥的思绪 回到了八年前 那是2005年的一个夏天 朱哥在外打工期间 邂逅了单位的同事 张杰 两颗漂泊的心 很快走到了一起 质朴 然后人非常的真诚 我觉得他那种人 我们扣服一身吧 朱哥是湖北前江人 张杰的家 在湖南省张家界市 经过商议 夫妇俩决定 回到张家界生活 结婚后的第二年 夫妇俩有了自己的孩子 为了贴补家用 朱哥在张家界市的 一家出租车公司 找到了工作 我在张家界科书 是满了一个月 真的勤不多 那时候还是够用 过得还是很踏实的 孩子 过得什么大不大贵的意思 旅游给张家界带来了 丰厚的收益 在张家界 开出租车 也算是个赚钱的行当 几年下来 朱哥的家里 也渐渐有了一些积蓄 而此刻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 能拥有 属于自己的出租车 2008年 朱哥的这个梦想 终于得以实现 朱哥 就所有的 机械本来 一定要出租车 在室内 跑出租 蛮辛苦 早起晚归 起早贪黑了 我觉得 累虽然是累 但是回到家里 看到自己的小孩 老婆也 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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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我在外面多跑几个 就是说 多跑一段时间的话 就这个钱就回来了 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就对这个家庭付起责任 所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对这个家庭 过得幸福一点 很多男人 没有一点他有 节省 能干 持家 就是说 对我 跟我小孩 还是算比较照顾的 好的 就是说 假如钱呢 放在家里 你就你自己享用 你就用吧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 家里的开销 也渐渐多了起来 为了贴补家用 张姐在一家服装超市 找了一份收银的工作 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 夫妻俩又有了新的规划 与梦想 我这辈子对你的要求 就是 你给我搞一个房子 所以他非常努力 他那时买来以后 他那个出租 还有六年半的运营时间 他说我要利用这个六年半时间 我要为你 就攒钱买一套房子 为了早日实现自己买房的梦想 朱哥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加班干活 每天晚上他都没回来 我说为什么不回来 他说我有时候半夜也有 车上 街上车不多了 我可以跑通宵 多赚几十块钱 因为朱哥一心扑在赚钱上 夫妻俩过着巨少敌多的日子 我白天上班 如果他跑完班的话 我们俩根本有时候面都见不到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 我回到家里 我小孩在我妈那边 只有我一个人在家 他回到家的时候 醒个早倒头就睡 然后他下午四点钟接车 三点半才起床 有时候饭都没吃就跑出去 然后我们俩根本就没得话讲 我们基本上天天都在一起 我觉得没有什么 和我老婆没有什么太大的 那么别的想法 但是过得很好 他就觉得他为这个家贡献了 他就没必要做太多的什么 温柔啊 两个人什么 就浪漫之内的 我们俩到大街上 有时候我主动牵他的手 他就拔掉了 我问他为什么 你以为还是谈恋爱啊 四世的朱哥哪里知道 妻子张姐的心 其实早已经飞出了家庭 张姐一个人在家 对小孩 就嫌疗我事 我说的时候就上网 不过聊天 就认识了李星 李星的徐寒问暖 与体贴入微 很快俘获了张姐的心 这段网络邂逅而产生的爱情 在一天天升温 我老公缺少的 这是他身上有的 就是我老公对我缺少关心 缺少心疼 我觉得就是从他那里 感受到了 所以后人就发生变化了 人就 头脑就一下子 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女孩子就 经不起别人对他好 经过几个月的网恋之后 张姐开始了 与李星的秘密交往 那么 这场不光彩的恋情 最终将走向何方 据少比多 恩爱夫妻遭遇婚姻危急 网络邂逅 有夫之妇尝试婚外恋情 是怎样的纠葛 令他动了杀心 又是怎样的情侦 让他死于非命 梦断里水河 天望南部即将播出 因为诸葛一门心思 忙于出租车拉火 夫妻俩过着 巨少比多的日子 就在他们感情 出现危机之际 张姐在网上 邂逅了李星 经过几个月的网恋之后 张姐开始了 与李星的秘密交往 李星对张姐展开了 疯狂的追求 为了打消李星的念头 张姐也曾告诉过李星 自己是有家庭的人 希望李星能知难而退 可是他哪里料到 这段恋情却叫人 欲罢不能 我说我的小孩 都有心多了 当时肯定心里比较难受 但是他沉默了好半天 他就说我不再去 他说我不再去 他说我不再去 你都给我吃 而民警经过调查 也逐渐了解到 张姐感情世界里的 这个痴情郎的本来面目 李星这个人 一个是游手好闲 喜欢打麻将赌博 二个就是喜欢伤亡 这个人长得多多瑟瑟的 很受愉害的欢迎 他有几个女朋友 网上他有大跟十几个 公友刘波告诉办案民警 李星生前除了在网上交友之外 还非常喜欢泡酒吧 并在酒吧揭示多名女性 一段时间以来 李星的女友更换频繁 对于李星之前的这一切 张姐都一直蒙在鼓里 而对于妻子的婚外恋情 朱哥也从未发觉 2010年年底的一天 朱哥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 那月28 朱哥因为货张姐准备 付给老家 过年去的 当时 当天 出国得不登记 朱哥开着出租车 在街上找了好半天 终于在一家快餐厅里 找到了自己的妻子 然而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竟然看到了 最令他难堪的一幕 发现 自己的老婆张姐 在肯德基和别的 陌生男人一起吃饭 也出国感觉很奇怪 通过观察 朱哥发现 自己的妻子 与这名陌生男子十分亲密 此时的他 再也按捺不住 无名的怒火 在心中燃烧 随即 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眼看着 一场打斗 在所难迷 他就叫了 这个社会上的人过来 准备 打我 他说 要我再 再再消失 回到家里 夫妻俩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而接下来 妻子的态度 让朱哥更加绝望 我说你今天晚上 不能我出去 我们俩就离婚 所以说我老公听到 我这句话的时候 他就明白了 他说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我说是的 外面有人了 想到妻子的背叛 情敌的威胁 朱哥的内心 既愤怒又无奈 因为我毕竟是外地的 在张家界 没什么事的 没什么人 加上又事业过年 那我马上就要回去了 所以说我有一天也就 飘到没有了 我就回去了 第二天 朱哥带着孤独与感伤 独自回到湖北老家 过春节 而这一年的春节 在自己的情人 李星这里 张姐感受到了 从未有过的温馨与浪漫 我觉得他 确实看得出来 他真的很在乎 至少他现在对我的感情 确实是真的 如果他不是真的的话 我说他不可能 是这边带一个女孩子 还回他亲戚家去过年 张姐看着一方面 是丈夫的夫妻出走 另一方面 看见这个李星 对他百万呵护了 感觉到这个虚荣心 和这个感觉 得到了其他的满足 经过这段时间的交往 张姐在心里 已经认定了 自己与恋人李星的感情 她重新规划着 自己的人生 并希望跟丈夫离婚 与情人李星 组建新的家庭 可是也正是 这一次亲密接触 她对李星 有了更多的了解 看到那个 可不可以 聊的那个信息了 聊的火热 聊的比较曖昧 我用它吃水 她没做生的 没做生的话 我就看到了 我说原来 你还是这样的人 我说你 怎么那么花心 如果说李星的花心 已经让张姐 无法接受的话 而接下来了解到的 这个恋人的情况 却足以让张姐 为自己的行为 悔恨终生 我说没想到 我会认识到你这样的人 坐过牢 吸过毒 还飘过窗 我还以为你 真的是对我是真心的 我说我还对你挺感动的 我说问了你 你看我把我的家子 已经搞成这样子了 张姐对于李星 对你 也是非常失望的 自己原本美满幸福的家庭 搞得现在 欺负办法 一头都靠不住 感觉到 非常的欺负心了 张姐最终还是决定 离开恋人李星 她希望回到自己丈夫身边 可是她还能回得去吗 就像一块金子一样 打破了 再怎么战会 也不能回云 毕竟他有三分了 那么这段八年的婚姻 将何去何从 诸葛又是如何策划 并实施自己的报复计划的 感情出轨 八年婚姻面临空前危机 怀恨在心 青年男子走上抱负之路 两个男人将上演一幕 怎样的人间悲剧 浪漫的约会 为何让他走上不归之路 梦断泥水河 天望满目即将播出 当张杰对李星 有了全面的了解之后 他决定放弃不光彩的恋情 回到自己丈夫身边 然而 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 却再也回不到从前 我心心苦苦地为这个家庭 付出了全部 他在外面认识这些 我觉得他不该做这些事情 自己心苦为家庭 为了这个家庭 为儿子 妻子探队的 这个没人没人的 开出动车 将家服务 而老婆在外面 给别人的男人 鼓打上来 那心里的这个 创伤啊 打击非常的大 妻子的出轨 成了诸哥心里 一个难以解开的结 从此以后 争吵打斗 几乎成了家常变化 我什么想法 也都全部破灭了 有美好的家 也搞得家不成家了 日子也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曾经拥有一辆 属于自己的出租车 是诸哥的一个梦想 开上自己的出租车之后 诸哥又希望 能凭借自己的努力 拥有一套房子 这些年里 诸哥用自己的勤劳和汗水 诠释着对家庭的责任 而这一次 之前所有的梦想与规划 都逐渐变成了炮烟 这次婚恋 我都没心做事了 我都把车就给卖掉了 老婆都变心了 她说我还待在这里干嘛呢 她说我还待在这个身体干嘛呢 她说我卖了 我就走了 她说我就打工去了 她说你爱干嘛 你就干嘛 2011年3月 诸哥离开了张家进 这个从前让他有过无数梦想的城市 前往江苏南通打工 可是就在诸哥夫妻离家的两个月后 家里就出事了 2011年5月份的时候 因为那个张家和诸哥的小孩生病 虽然对老婆有气 但是儿子还是自己的 自己感激回到张家界 照看儿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诸哥儿子的病情康复 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诸哥最终决定跟妻子和好 回到张家界之后 诸哥又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 工作也很难找 就找到一份搬运工的工作 就给人家搬货下货 跑出租车不管怎么样 他一个月自己的车 他说一个月最少有八九千块钱 一个月八九千块钱 他搬运工一个月才一两千块钱 而且每天都是早上八点 七点到十点到晚上十二点钟才回来 工作强度好大 回到张家界过了一段时间 日子过得很痛苦 工作也不顺心 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我觉得 所以我把这些运行 都怪在小女的头上 都是她一手造成的 妻子张家的背叛成为诸哥心头 挥之不去的恶梦 而工作生活的不如意 让诸哥对妻子的打骂 更加变本加厉 我从来没被谁规过 已经认识到错误了 我确实的跟你瞎规了 真是错误了 你瞎规了 但他还没有原谅我 2012年11月30日 夫妻俩又一次爆发了激烈的打斗 在这一次打斗中 张姐第一次正式提出 跟自己的丈夫离婚 我说我出去 我说我不想吵她 我提个包我也出去 我说我打工去了 我走了 我真的拿到个包 提她衣服 他就说我去找小女妈 所以他就拿了一包刀 给你吃出来的 我作为一个男人 从今不想再哭泣 不能就这样 攻击特殊的生活 我觉得这样活着 还不容易 死了没什么趣 不过感觉到 打也打不过她 对不赢她 但是心中的怨气 和怒服越举越深 当天晚上 朱柯买来了一张 吴记鸣电话卡 用妻子张姐的名义 发短信 邀约她来到 里水河河滴上 晚上九点多钟 李星准时赋予 不过他看到的 不是情人张杰 而是张杰的丈夫 朱哥 她就说 你还敢来张家界 然后她就 对我动手 一脚 我就很气愿 她进来心动手打我 我就拿从我身上 带着凶器 但是老子的名义 就没想什么后果 一片空白 直到李星不在动态 朱哥这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酿成大祸 因为害怕 李星的尸体被人发现 朱哥随即将尸体 抛入里水河中 他们又想到的是 十五天之后 李星的尸体 被人从里水河中发现 而朱哥的罪行 也因此败露 在张家界永定区 终将为自己的行为 承担法律责任 而在法庭以外的 道德偏评上 究竟谁是这场悲剧的 神作用者 谁又该为悲剧的发生 承担责任 纵观这个案件 我认为李星 虽然是受害者 但是这个案件是因为 它破坏别人的家庭 引起的 这个张杰 应该是说 他是对整个案件的导火索 因为这个案件 是因为他的出轨 引起的 现代社会 在规范和调整 婚姻家庭关系中 道德与法律 虚异不可 在约之以法的同时 受之以德 才会使 千千万万个婚姻家庭 更加幸福美满 社会更加和谐进步 本案的当事人张杰 如果能够忠于自己的婚姻 将自己的情感 约束在法律 与道德的框架内 这起悲剧或许就可以避免 听靠在公路旁的神秘警车 车内疑点重重的犯罪现场 残忍的手段背后 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动机 一片小小的包装纸 一段漆黑的监控路线 踏破铁鞋 凌乱线索 穿起证据的铁链 旋刀 天网栏目 近期播出